- 绝体绝命都市4 OK 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款游戏是 《绝体绝命都市4》 Plus 夏日回忆 虽然游戏已经出了一些系列作品 但我相信有不少玩家如果是第一次看到 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绝体绝命都市》 嗯 然后就头上冒出一些问号开始打转 但是看到夏日回忆会有一点放松一口气的感觉 觉得应该是一款清新的游戏才是 不过实际上这款游戏的主轴是在讲述 经历大地震过后 在一连串的灾难当中 我们要带着主角跟游戏中的不少角色一起逃难 就目前玩到的进度 余震已经多到数不清 多到Pro手把感觉都快被震到闪开来 我想有玩的朋友就能够感受到 那种通常是在副场手把才会震得不太寻常的状态 这次我拿Pro手把也是有这样疯狂震的感受 我想应该是游戏想要让玩家 特别感受到在画面中震在地震中的感受吧 才会这样子的设计 当然不止这样子 游戏中的绑子也是倒了一堆 就连画面中可以看到的绑子 很多都呈现严重歪斜的状态 说不定再来个余震之后就会再度倒塌 地面的裂缝啊 龙旗啊 渗出来的水油 爆炸火灾的绑子等等 真的是标准灾难电影的场景 虽然这款游戏呢 之前已经出在PS4的平台过 是最近才发售了Switch的版本 但早期的发售状况呢 其实是有一连串的问题出现 当中呢也有遇到日本311大地震等等 很多相关问题啦 不过这部分呢 今天就不特别赘述 好奇的朋友上网查一下 都可以看到更多相关的新闻 那么回到游戏体验的心得来聊一下好了 我自己的习惯通常是会把游戏 尽力的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一下 大约玩个5到20个小时不等 再来制作影片分享心得内容 当然影片的心得哦 通常会是比较像游戏厂商所出的预告 再进阶一点点的不爆雷预告片 给观众能感受到的呢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游戏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心得浮现 而且啊 我在面对这些游戏 有至少70%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又或者说呢 是有听过 但从来没玩过 不过我通常不管它是英文日文 还是中文 都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 从头开始去体验它每一个地方 这次呢 在玩的这款绝体绝命都市4 Plus夏日回忆就有点不一样了 这大概是我少数在初期体验当中 需要去看看公略的游戏 因为在游戏当中啊 我一直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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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我实在搞不清楚 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玩这款游戏了 所以我才跑去看一下公略的部分 嗯 没想到呢 我已经开始进行游戏 而游戏的进行呢 就是这么的特别 游戏的主轴呢 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大地震 主角刚登场没多久 就会让这个大地震登场 接着呢 就会开始碰到很多不断的余震 跟很多很多的灾难 这些灾难呢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有些桥段呢 是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 可能会登场的部分 而且呢 在这些NPC的对话内容当中啊 也隐约的道出许多上班族的不如意人生 从更早开始的选择角色啦 其实整体就会比较灰暗一点 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笑容跟开心的感觉 多了一点点忧愁的感受 游戏的进行呢 大概就是到了一个新地图之后 要试图在这个地图当中 找出很多可以对话的NPC 这些NPC呢 有一些是靠近之后会直接loading一下 进入一段剧情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对话选项 可以跟他们互动 然后有线索的对话 会在对话文字中 用其他的颜色来特别标注 而且对话中呢 也几乎都是有配音来搭配文字 让我们在看剧情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更多NPC 想要表达出来的情绪 从那些配音当中呢 其实就可以感到不屑 绝望 这点呢就算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情感表达 那有一些NPC呢 是我们要自己去找他们对话的 他们一样会出现很多选项给我们选 每次对话选择啦 其实真的都感受到游戏 想要给我们一个 帮主角塑造什么人格的样子 当然你可以把主角搞成像精神错乱的样子 也是非常OK 像是讲话一下卑微一下暴躁 甚至要天马行空一点的回复NPC对话 在里面也有不少的选项可以选 不过有一部分的对话我就不太清楚 选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有一些对话呢 选择之后是会影响到上二子的 或者是会更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是否取得道具 这些呢都是在游戏进行当中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如果是靠自己慢慢解明过关呢 这些对话选项一直跑出来给我们重选 有可能就是没选到NPC想听的话 所以他会一直给我们机会 每一次重复对话的选项呢 慢慢的记起顺序之后就可以成功达到我们的目的 只能跟大家提醒这部分会影响到剧情的前进 如果没有耐心慢慢的听慢慢的回 就跟我一样会快乐卡关啊 那我们角色能做的动作其实不多 像是大喊啊 跑步蹲下 或者是趴下等等的 差不多就没了 但是这些动作呢 差不多也是在逃难的时候会做的几个动作吧 其中一个桥段呢是要趴下 抓过一个倒塌物的底部前进 在前进当中呢还会遇到强烈愚症 不得不说 那个整个紧张的感觉营造哦 真的是还不错 游戏中呢应该不会有那种 比较血腥暴力的感觉 但会经历到一些被人压住 或是压成小天使 而且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天灾人祸的部分哦 我在想啦 应该是因为这样子才会被设定成18镜吧 刚开始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剧情 我在其中一个点连续挂了两三次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位置 你只要一靠近那个范围中 他就会触发剧情中的愚症出现 强烈的愚症呢所带来的就是面前大楼的倒塌 只要没有跑队的位置或触发队的位置 都有可能会被卡住 直接被房子压成小天使 在那个桥段当中呢 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上班族NPC 就是站在那一间大楼的旁边 依照这样子的剧情逻辑上来看啊 他应该必定成为小天使的一员 基本上想要看到Game Over的画面 除了被这样直接一击KO以外 其他的可能就是太靠近要倒的大楼被倒下来的渔坡震伤 或者是在路边一些火在烧的车子啊或场景烧到 不过这些方式也是比较简单的扣扣血而已 只要记得吃个补血道具 想看个Game Over好像也没那么简单 但我觉得卡关基本上是比Game Over还要更难受的一件事就是了啦 另外呢游戏中进行的主角还有压力值 干渴状况 肚子饿的状况 食欲 甚至还有排泄需求 算是尽量的想在灾难的题材当中 塑造出更多人本身的生理需求 那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进行这个游戏的时候 要多跟每一个NPC对话 重来大部分的NPC都是据点王 还是要重复讲讲 场景的部分呢也要尽力的绕到每一个角落 有些看起来能够进去的地方呢都不能放过 依照我目前玩到现在的感受啦 就是每个NPC都去讲玩话 每个场景都走过去看一看 NPC的重点再稍微记一下 就比较有机会靠自己慢慢推进这款游戏的剧情啦 至于一直讲到人祸的部分呢 在这游戏中也是出现蛮多的 像是霸凌啦 或者是二职的轰台商品价格等等的 很臭巧都在当今的社会当中一直不断的上演 尤其是在最近相信大家就可以看到不少的案例 在这边呢也要特别感谢相关的单位维护啦 才有办法让大家呢都可以在部分的物价 保持一定的水平 那在游戏中啊 除了这样子的人祸的部分 也是可以感受到人情的温暖面 这些剧情会让玩家体验到一些 雨过天晴的感受 内心呢会有一股暖暖的感觉 整款游戏其实玩到现在才开始稍微习惯它的节奏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游戏一样 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啊 大多都需要打打杀杀的感觉 这款游戏就非常单纯 就是逃难跟帮助逃难 虽然玩起来呢不像大作般的精彩可奇 但是在题材跟游戏方式 对我来说算是还蛮新鲜的 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那些对话的内容 有一些选项实在是太瞎 虽然选了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 但有时候呢也会好奇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如果用这样子的对话去回复别人 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至少呢在玩游戏当中 可以发挥一个实验的精神 像是对别人直接破口大骂大声斥责之类的 嗯好孩子现实中千万不要学 而且游戏中还会给一个排泄需求 这一点就跟现实生活一样 可以跑进去便利商店呢 借厕所来用用看 不过机久了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或是直接跳个game over之类的 我就不知道了 最后呢就是这款游戏有PS4跟Switch的版本 我自己是觉得 真的有点想玩的朋友啦 两台主机也同时拥有呢 选择PS4可能会好一点 Switch的版本一样老话一句 如果你只有Switch的主机 或者是想把它带出门玩 满足以上的条件再来入手它吧 好啦 那么今天的Switch版本 绝体绝命都市4 plus夏日回忆 就先体验到这边咯 OK那么最后呢 当然还是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封面的部分 其实封面的部分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看起来我觉得是比较清新的感觉 但如同刚才所说的 其实这游戏哦 玩起来会稍微比较沉重一点 因为它的题材就是灾难 在里面你会看到大地震 看到一些房子倒塌啦 爆炸啦甚至有些人变成小天使等等的 你可能都在这游戏中去体验到一些无奈跟绝望的感觉 甚至呢在日本的一些上班族啦 其实他们的压力也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在这款游戏里面呢 他也都会把它给表现出来哦 所以呢整个方面上来说 虽然看似好像还蛮清新的样子 但实际上里面玩起来会稍微沉重一点 那游戏的部分呢在三个模式之下都是只有支援到一个人玩 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里面呢很简单就一片卡夹而已 这片卡夹的版本是牙板的 然后呢 这是我在购买这款游戏的时候啊 其实还有拿到一个实际特点 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绝地绝命都市的 应该是试镜部之类的东西啦 小小一块的 就是一个还算蛮实用的东西 如果你眼镜张或镜头张之类的 可能可以拿来用 或者是你的Switch的萤幕张掉的话 应该也可以拿来使用 那总而言之呢这款游戏为什么会比较推荐PS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有上网去看了别人玩PS版本 那画面来说还是会比较好一点啊 那Switch的部分呢便利的携带性 还有如果你只有Switch主机的话 真的就是只能买这一款的好不好 那这次的绝体绝命都市4 Plus 夏日回忆 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长的名字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的名字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